字幕提供 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逢星期五试最终 标普500指数在上个星期五突破半年来的阻力 技术上已经出现技术牛市的讯号 但有炒之前 黑天鹅其中一只储负上限谈不够的数 两、三天就跌回来了 那么这个技术牛市是否告一段落呢? 技术牛市又有没有用呢? 其实在之前的历史 当出现技术牛市的大市之后会有什么发展呢? 中间又有没有试过出现技术牛市作出调整 然后再上的例子呢? 技术牛市信号有没有用呢?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看看所谓技术牛市出现 股市必定会上升这个都市传说 究竟是真还是假 而我们今天做的研究都非常多 不只是限制于数据这方面的 也要看回当时的基本面和今天有没有重复之处 我们可以照版转换 估计下来近股市150天内会如何发展的 统计出现结果连我自己都吓一跳 来近这150天我们应该如何部署呢? 如果股市升势要继续延续的话 有什么经济危机需要先解决呢? 我们就一定要听到最后了 这个也是入市和出市的讯号 所以今集内容一定要给个like 立刻save一条片 可能明天这个信号出现救命草来的 这么正的题目我们不止一个 每个星期都会和大家紧贴大市最新消息 有试追击和教学的视频 记得快点订阅我们我要做富翁的平台 我们的平台分享我如何以理财 股票房地产投资 税簿安排 特别财务自由的 如果有兴趣关于有趣的投资知识 和投机知识 记得follow我们的IG 和加入我们的神秘Telegram Channel 去收看更多的资讯 和现在我们在请三个空缺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大家庭 一个是会计文员 一个是Program Assistant 就是我们的小导演仔 和一个contract based的Cyber Security Consultant 有兴趣在下面填Google Form Attach My CV 找我们来谈谈 首先我们定义了 今天和大家讲的技术流史是指 股市建底之后 升幅超过20%或以上的升浪 后市会是暗淡无光直插谷底 还是继续处处生机继续上升呢? 老实来说 做这个topic之前 我认为这个统计是没有特别的结果 所以我就已经叫了research stream 做定每一次技术流史出现的时候 当时的基本面有什么变化 等到这一集不会白做 谁知道back testing不做由自可一做呢? 数据上我们观察到一点 由1982年开始 就是差不多40年的股市 无论股市是进入熊市或者牛市中间的回调 听着 只要股市曾经跌超过20% 再在低位反弹20%以上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 我们再由反弹20%之后 那一开始计算的话 股市150天内 100%是上升的 你没有听错 是100% 那当然了我再说我没有水晶球的 我是看到什么就跟你做些什么 但是也有证据和原因去back它 等会我会尝试一下和大家逐个拆解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对上三次的技术牛市 首先是2020年疫情那次的大跌市 股市在下跌35%之后 用了几天时间反弹20% 而反弹20%之后的150天 股市升幅达到34% 相似的历史不断重现 在2018年尾的时候就是炒过什么呢? 中美贸易战和知识都将会倒挂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 这次和那次都差不多相似的 而当时和大家开过直播 说到又是用烟花去形容的 美股当时经历了长达7年的大升市之后 下跌了20%多 之后用了几个时间反弹20% 在反弹20%之后的150天 股市作为龙晶腐满 再升了5.8% 在再之后就破了历史新高 虽然上升幅度没有2020年一次禁量例 但是其实之后股市都是先继续上升 再推迟一个例子就是2011年 年中的时候股市大跌了20% 其后反弹20%之后 150天内再升多10% 如果你选择股票 变大数是超过1的话 上升和下跌的幅度就比指数多了 所以我经常说看好市会上升 千万不要买ETF那么浪费 在暂时的回测结果我们看到了 只要标普500见底回升超过20% 就可以确认股市进入上升趋势 但是如果配合最近的技术分析的话 短线的话最近市况就不是太适合做部署 这个我都是升级版不止一次跟大家说到 有一只黑天鹅和一个形态会左右的股市上升 但是我总结了升级版说的 第一关可能落到4040点 当波浪走了五下 那一下有阴阳烛转势 分分钟这次是真见底的 第二个可能就是直接在那八人中间 即是现在 并且在三天鹅继续上升 虽然你买的价格可能去到高位 就是这样 但是别忘了 去年到现在一个横行的大通道 其实已经升穿了 目标是指向4400至4600 记住没有一样技术分析是100%对的 但是赢面多我们就落注多 赢记住是赢策略 不是赢负轮 所以是会输的 记住设置止蚀 如果真的中线或长线 你买了很多漂亮的股票 又或者很低位买 譬如Microsoft、Copart那样 那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对冲 对冲了之后 去到刚才两个位置 市场明朗回了 就解对冲了 操作也非常简单 这个是组合变风险管理的重要一环 但是如果在经济面、基本面和技术面 股市真的向上升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什么都不做呢? 我们选了股味呢? 准备好组合如何去派人过市味呢? 未来6月3日 我有个免费的分控会试堂 主题就会讲 如何迎接股市的最后烟花 不单只跟大家讲要做些什么 你会知道为什么要做和怎样做的 当然入市和散禁的时候 这个讯号你都会知道一清二楚 当然了 我会就这样就算的 这三个中训练里面 我都会教大家多三样东西 包括无限杠杆 怎样选行业去派人的市 还有怎样真正去运用技术分析去帮自己 我做了十多年的投资系统 都会跟大家讲得清清楚楚的 希望全国朋友到时6月3日 会参加我这个 免费分控会试堂的直播 完了还有48%重温的 记住这次机会一过了 就是明年的了 现在一年只教一次 因为里面的试堂 全部都将会直播的 所以让大家6月3日见了 KR Code或者下面连结可以报名 先讲回刚才讲的技术流史 其实最近市况波动很大程度上 是受着两个方面的市场影响的 第一就是加息预期 虽然市场上仍然觉得 未来不会再加息 而鲍威尔在最近的公开发言 也看到口风有点点软化的迹象 但是从利率期货可以看到 未来再加息可能性 最近开始上升了一点 接近都有三成的机会 会再加息一夜 明显就是低估了经济带来的危机 失业率其实会上升的机会 另一方面债务上限就拿来说的 债务上限谈判就一直反反复复 计算要入表申请也要九日时间 6月1日就到期了 有人说6月15日市场最恨不可行性的 所以一时见到拜登又说新进展 一时又传出共和党议员 谈判期间集体又离场 所以大家不会听到6月10日这个新的deadline 又不会记得过往22次谈判 每一次都谈好这个结局 当然了 我新加坂都和大家说 债务上限有机会炒会迟呢 市场都倒下的 之前都试过了 但有几多人记得 债务上限不是每一次都令到股市下跌的 当债务上限那几次令到股市下跌 这么多次都会重拾性浪的 记得买回东西就没问题了 就着这件事我做个总结 大家要记得留意这件事 其实债务上限暂时估计是6月8日左右 都是一个安全期间来的 而下一次议息会议将会是6月15日举行的 如果6月头这些时间 两件事一下子变得明朗 雨过天晨 股市随时有机会来一波的爆发 因为市场不会等议会真的投票 推高了债务上限 有了Number 或者联储局宣布了 开了记招说不加息才会入市 当刚刚说的事有好转的迹象 市场就要price in 有好了一点的消息 市场也会因为不确认性减低了一点 那个价格又会亢奋回一点一点 所以说回今时今日的情景 这两个就是笼罩着6月 或者令到6月开集的两种消息 大家省时间集中在这两件事好一点 总结来说 看回过去技术牛市的历史和最近技术分析 中市来说 美股的走势是比较乐观的 但始终短线上有下跌的西头 除非在喇叭型的中族能够咬上去年升三天的话 其实是反映一个很乐观的信号 所以暂时你的仓里面有什么短炒的股票呢? 曝光还要减低一点 中长市股票尤其是你买的价格都上算便宜的话 可以做着对冲 等市场出现信号去entertain我们 我们才进回市 千万不要心急 一心急就会自制信号 自制信号没有太好下场的 不过大家记住 技术牛市和之前一直说的股仙花出现时间 市场的消息都还是较负面的 我们正在炒制信号的消息没有太负面 以及联储局每一次都会尝试救市 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急转弯大反杀 什么时候我们当然不知道 所以我们之后的时间就算入市 都要在这个游乐场的门口玩 一有不对路 炎手之舌 立即离开游乐场 有什么风吹草动 立即吹鸡 闪人了嘛 再说一次 任何的经济和刚才说的技术讯号 所有上过的我王牌课程学员 必定记得 和知道在哪些免费网站全都禁止出来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信号 甚至我用了十多年的投资系统 整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话 6月3号王牌课程免费分会试图 直播见大家 远了还有48%重温价 叫你们朋友来 全球朋友都可以参加的 今集内容是这么多 喜欢今集内容的 记得帮忙给个like和share 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小钟 抢先看 投资不是大学的专利 下次再见 拜拜 我一年一次免费试团分享会 今次讲座的内容就是 把握股市最后焰化的 这个也是十几年课程里面 教所有同学一个系统来的 这个信号在过往几十年里面 从来没有失败过 今次这个讲座就正正抽出一个信号 跟大家讲 怎样和怎样 把握今次的股市最后焰化了 你就会知道 车一定会召开 但你有没有准备到投资呢? 而投资的组合要放什么下去呢? 你也会知道 我过往怎样把握这个信号 每一次都靠这个机会累积到财富的 其实我自己的投资佬 从来都不是一帆风讯 不是大家看到 滑半退休这么爽的 中间是一定一个持之行的系统 你的材料就是时间 它会帮你慢慢去成长 试过在不同大行 做到执行董事或者仲监 到今天 換退休都是用同一个投资系统 当然这个讲座 你就会见到 证明到 一个投资系统之所以成功 就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念 所以我除了会讲股市的焰化 教大家今次要怎样做 我整个投资系统的秘密 会在这个免费分享会试堂 跟大家解释完 不想错过股市烟花尾班车的朋友 想学习投资的新手 想认真地深度 upgrade自己投资系统的朋友 记得 打压今次的机会 去报这个免费分享会试堂 到时会直播跟大家讲 今天这个题目 完了还有48线重吻 全球朋友都会报名的 记得这里讲了一年自开一次 希望到时见大家 想紧贴大市走势? 立刻就下载我们 我要做富翁应用程式 贴着我们这班我要做富翁 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